日前有媒体爆出天王黎明身边已有新欢 随后他在Facebook宣布自己即将成为父亲 两个经历过离婚的人有机会走在一起已是一种缘分 有了的小生命更将令我成为父亲 并带我进入人生中另一阶段 前段时间港媒报黎明很多年之前 购买了两套地址相经的豪宅 一套自住一套投资 二位怀孕之后就入住黎明独自居住的寓所 更有消息称现在的阿温正在家中安心的待产 作为父亲的黎明也是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 可见他应当是在家中安心的陪伴阿温 而关于黎明孩子的性别则成为了很多网友热议的话题 毕竟四大天王的其他三个人所生的孩子都是女孩 所以很多人判定黎明的孩子也将是女孩 但在最近一位命理师从黎明的命格判断 他的孩子将会是男孩 如果最终结果真是如此 那黎明也会打破这个规律 成为四大天王里唯一一个拥有儿子的爸爸 随后这位命理师也是算出黎明的感情 将会是十分顺畅的 并且他们将来肯定不只剩一个孩子 两人的感情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看来即便是拥有一段不太好的婚姻 但此次黎明却能抓住幸福 看来幸运女神还是挺照顾黎明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